美国已经在发债度日的路上越走越远,面对越来越大的财政赤字漏洞,美国正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发债来弥补财政空缺,但结果仍旧填不满。 最新的数据显示,美国2018财年的财政赤字,已经高达7790亿美元。 不仅如此,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还未此预计,按照如今情况,2019财年的赤字,可能将高达9730亿美元,而到了2020财年,这个数字将超过1万亿美元。 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财政的收入却远远跟不上支出,美国联邦政府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停地加大发债的规模。 据10月29日美国财政部的最新公告显示,美国今年四季度将近发行4250亿美元债券,如果加上今年三季度已经发行了3530亿美元债券,今年下半年,美国发债总额可能将达到7780亿美元,但如今,实际的数字可能还要高于这个数。 本周三,美国财政部,发布了季度再融资,约有543亿美元,四人持有各期限,美国国债,将于2018年11月15日到期,美国财政部决定在下周提供830亿美元的国债进行再融资。 这将提供先增募资287亿美元,消息一出,市场大为震惊,这意味着,今年本来就已经超过预期,的发债规模将在一次扩大。 换句话说,美国又决定要借更多的钱了,受此消息影响,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在一次上升,10年期美债收益率最高涨5个基点,只3.162%。 捷季10月初初级的7年新高3.261%,30年期美债收益率最高涨4个基点,上边3.40%关口,10月初曾创4年新高3.446%,早些时候,美国财政部表示,2018年美国政府借款,将比2017年增加一倍以上,达到1.34万亿美元,现如今看来,真实的数据可能还要打。 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倒逼美国无休止的加大美债的发展规模和发行速度,与此同时,频繁的发债使得美债的买债要求更高的利率支撑,今年的美债收益率已经在不断的飙升,这使得美国要为此付出更多的利息。 今年美国预计要为美债付出高达5000亿美元的利息,而未来几年的利息将更高,这反过来则进一步退升美国的财政赤字,这已经陷入了死循环。 当然,这还不是最让美国所担心的,极高美债的收益率,固然可以找到新的买家来接盘。 但是,如果将这个范围扩大到全世界,却越来越行不通了。 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清盘式抛售美债的行为已经说明问题。 如今,又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抛售美债,美国靠发债来圈钱的套路已经行不通了。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